1945年獨立的蒙古 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之一 無製的草原非常漂亮 但醫生和醫療設備不足 說眼疾的小朋友難以得到即時的支援 令病情惡化 距離市中心2小時車程 有這對被爸爸遺棄的小病人 二娘兄弟天生又濃又慢 哥哥3歲 去年家裡賣了25隻羊 幫他做眼部手術重結光明 那就沒錢再為弟弟做手術 弟弟右眼仍然有模糊的視力 只可以把玩具靠近 用手和嘴去感受 他還很喜歡用身體冒險 他爬上來了 熱情的夢聞媽媽 做麵給我們吃 不過這是他們一個星期的糧食 我問他需要什麼幫助 他就說他最希望就是 他找到他的病的來源 因為那些醫生都說沒事 另一個家庭就更加偏遠 因為山羅崎嶇 兩個小時的車程變了四小時 人家瘋了 我要死了 你不過了嗎 放下我給你 七歲的初輩做過手術 現在雙眼沒有症狀體 要靠厚的眼鏡調節視力 但是媽媽因此離家 爸爸都再婚 媽媽覺得自己老了 怕不可以照顧他 希望Jobu回復視力之後 七媽媽會接他回家 老一輩的蒙古人 怕眼鏡會破壞視力 但是有醫生告誡 眼鏡開始抱及 不過牧民小朋友和牛羊生活 好意會掛花眼鏡直至眼睛 每年換眼鏡都是一個負擔 其實牧民生活需要的不多 有羊有食物就足夠 生活雖然苦 不過簡簡單單 但是醫療對他們來說 就不是理所當然了 視力的缺陷影響生活 以至家庭 如果可以多些醫生和設施 散落社區和草原 及早找到病人 一切都不同了 待會